一般就是大家要抢救的时候 尽量跪在这个伤者的右侧 发现有人倒地之后 首先要看到这个周围是否 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要先指定一个人叫救护车 如果一堆人的话 可能你说大家赶紧叫救护车 可能别人都以为说的不是他 可能就没人叫我 你要指定一个人 就是说穿衣服黑裤子红鞋的人 去打给打个20 然后他就接受到这个指定 就命运他个人他就会打电话 然后这样就比较稳妥 怎么了怎么了 他有没有反应 如果他还能动他还能说话 就是应该没事 如果他没有意识了 就他不能回答你 就可以判断他现在 他有没有心跳和呼吸 判断这个有没有动脉的活动 一般是从这个颈总动脉 男性大概是猴杰 这个旁开大概一寸的位置 大家试一下 他中间这个动脉 旁边一滑就有一个窝 滑下去就可以磨到这个动脉 这是一项剂的 这个必须要学会 如果学不会是吧 你摸别人你不知道摸哪 往旁边滑 这个窝里 来 你滑过去摸这窝里试一试 能摸到吧 然后你要摸对方 就是两人要互相摸 因为你摸自己能摸到 你摸别人你不知道摸哪了 所以你要想救人 你去办别人 有没有信念 你要摸别人才知道摸哪 就这个两人互相摸一摸 两人互相摸一摸 你摸自己没有 对 假如软骨旁边 就滑下去 很简单 怎么判断这个不超过十秒钟 如果你要守一秒钟 你就要守101 102 103 就守四个手机 四个音节 大概就是一秒钟的时间 就是心里没数 对 你应该 101 102 对 因为大家 1001 102 四个音节 是一秒钟的 就是时间 感觉不到时间在一步 就是你需要没数一下 就不去 不要在这个判断 这个他 有没有呼吸心跳的时候 浪费太多时间 然后大家如果确定 他没有呼吸心跳了 开始找这个胸脉按压点 这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个一般小孩和男性来说 可能如果他穿衣服比较少 你掀开之后 你可能能看到他的乳头 两样乳头连线 大概在这个胸部顶 下三分之一的地方 这个是最正确的按压点 但是有很多老年女性 就可能就是胸部下水之类的 没法确定这个正确的按压点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是怎么判断的 就是通过他这个 肋功来判断 大家都能摸到 就不管受胖的人 都能摸到这个肋功 因为它有一个软硬的交界处 可以用这两个时候 就下面往上滑 就沿着肋功 滑滑滑滑滑到这个心口窝 就是这个 腱脱下的这个位置 就是大家承受的 这个心口窝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停住 就是右手的手指 放在这个心口窝的位置 左手顺着这个 左手掌尖顺着这种滑下去 就是最正确的一个 然后找到了地方之后 就左手手指这样 可以翘起来 然后右手脚压在 一定不是这个胳膊去使的 这胳膊是一直伸直的 大家的这个发力点 是在这个臀部 髋关节 是肘点 用身体的重力下一个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它这个按压频率 按压频率 最好是一分钟 要做到140以上 还是之前那个 如何看得自己 做到140以上 1001 这是一秒钟 如果能做到140以上 就我们说两个数字 说两个数字是半秒 0102 0304 这样你如果 说的很标准的话 确定是140以上的标准 0102 0304 按完34之后 就紧接着就开始 进行人物呼吸 首先要判断他这个口腔有没有 蜂蜜物或者衣物之类的 就把他的这个 这个患者的头可以 偏向我这一侧 应该偏到我这边 就比较方便一些 就是打开他的嘴巴 看有没有 老人有没有假牙之类的 因为你给他呼吸了 一会把牙 假牙给他卡住了 然后你给那个手抠出来 就是一会别 就是堵塞那个气道 左手 左手是往下压额疼的 然后这样捏入鼻子 然后右手是往上抬 打开气道 对打开气道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痛起 然后就开始吹息 吹息像刚才教练说的 不要吹一大口气 因为你 如果深吸一口气 会可能会把他吹 旁边吹不过 就是正常的呼吸 大概潮汐量在 五百到六百号之后就可以 哦 不能大口气 就是人正常 不能大口气 正常呼吸 正常的一口气一秒钟 大概吹息的时间 就一秒钟左右 就是吹的时候 要把他整个嘴巴给包住 就不让他漏气 吹一口气 吹完之后要伸开鼻子 吹的时候你的眼睛的余光 是可以看到 他胸部是否有起伏的 如果你吹的时候 看着胸部没有起伏 证明那个气道没有打开 要不里边有衣物塞着呢 不管用 没意义 所以呢 要不再把气道打一打 看能不能打直 能不能吹进去 对 然后三十 做三十次 吹凉火 其实是一组 然后重复做五组 做五组之后 再做一个评估 动脉的活动 五组以后 看看合了没有 评估一下 做五组 然后还是十秒钟的时间 判断一下 不超过十秒钟 如果他还是没活 那继续再做一做 如果他活了 就可以平时强调 挺好挺好 这个学生不错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错误